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我还是个正经的小丑 宝洁表示 呵呵 另一边三胖虽然精神有问题 但那也是说到做到真的跑去自首 主动坦白自己杀了五个人 然而约翰家的政治职员那也是相当的瓜皮 由于案发地点是和其他地区公管的区域 所以职员告诉三胖 你得先上另一个区域自首 先证明是你 做的案 开个证明 然后再回来上我们这自首 否则我们是不能接受你的自首 这一套下来是直接给三胖说蒙圈了 这时富贵也在铁锤的车上醒来 面对有超能力的铁锤那富贵也没有再挣扎一下 还和铁锤是有说有闹 估计也是破罐破摔 既然无法反抗那就只好享受了 然而享受到一半铁锤软 不是铁锤的车坏了 直接就把俩人困森林里了 这边熊大爷带着新的小帮手小红也赶到了乌鸦岭 然而并没有看到巨根 而是找到了被贾美丽放血的三鸭 虽然小红对救人的事很上心 但是熊大爷表示无恶于勿宁死 是转身就走 然而还没出门 贾美丽也出现了 两个病友相见 那是十分的激动 但俩人也没有忘记出众 贾美丽上来一把就抱着小红就啃呢 还表示我儿子 哎呦真的活了 给小红整的是一脸懵逼 你说你不分肤色 那是不是也得分公母 而熊大爷顺着巨根的声音就出了巨根 王后还拿到了鳄鱼 大爷表示撒家这辈子 直了 是拉着巨根就走 王后当着巨根的面 竟然又把鳄鱼给撇了 熊大爷告诉巨根啊 人生最惨的呢 既不是人活着钱没了 也不是人死了 钱没花了 而是有钱了 不知道该咋花 玩偶就是熊大爷 给自己找的花钱理由 每当熊大爷收集到全部玩偶 就会把其中一只丢掉 重新开始收集 王后熊大爷还表示 看好巨根 要不要再来一轮 巨根表示你们有钱人 那是真会玩 告诚 这时候哲理也带着大妈来到了乌鸦岭 大妈表示你带我来这儿干啥 不会是据于我的美貌吧 这让哲理是十分的无语 然而他们并没有注意到 由于废弃的医院那是相当的阴森 这样哲理是十分的害怕 即使有大妈陪他一起 那腿是照样的软 好不容易安慰自己 心说没事啊 见过后不许曾经 三丫就隔一个角落 亮亮强强的走了出来 一下就把哲理和大妈是瞎尿了 就三丫这个脸色发青的小造型 是像极了恐怖故事中的丧尸 吓得俩人是瑟瑟发抖的抱在一起 好在小红即时出现 表示没事 这人就嗜水过多 多喝热水就好了 总之除了巨根之外 一群人都聚集到了这里 就在所有人都没搞清楚 是咋回事的时候 巨根也回来了 问是不是谁拿走了车钥匙 这时候大家才意识到 他们是被人故意引来的 很快医院中就回荡起了三胖的歌声 而富贵这边因为他和铁锤 不走寻常路 飞鸽树林的里边绕 是成功的把自己和铁锤弯丢了 天都黑了也没走出森林 不过幸好他们在森林中 找到了一户人家 熊大爷一行人顺着音乐 来到一处餐厅 然而大厅中并没有三胖 只是一台录像机 正在播放三胖唱歌的录像 而那个给他们写信的黑衣人 正坐在录像机的旁边 并摁下了开关 黑衣人很得意的表示 所有人都被他掐着别的走 而且正如他所料 都来了那是一个也不少 加美丽表示 兄弟你学历是不是太教 三胖可没在 兄弟顺手补刀 毕竟富贵他也没来 这让黑衣人是相当尴尬 不过人情绪转换相当的快 表示当初你们杀了熔魔吗 没想到有这么一片吧 而且黑衣人也卸下了伪装 正是小丑咖喱 怎么回事呢 原来两年前 容摸摸为了拿到更多钱 想要举办一场小型的表演活动 而表演者正是精神病院中的病人 但即使在这么重要的演出之前 容摸摸依然是不忘 借着排练的名义 折磨这些病人 尤其是三胖 无论三胖唱的是否正确 深得雷电法王真传的容摸摸 都是一顿火花带闪电 那是相当的残忍 显然他是不知道那句话 哪里有压迫 哪里就有反胖 最终他被忍无可忍的三胖 推倒在地 是当场去世 病人们为了掩盖三胖杀人的真相 和报复容摸摸对他们的折磨 他们还进行了分析 但其实容摸摸并没有真的去世 很快就从火场中苏醒 不过杰美丽和熊大爷 死死的顶住房门 让容摸摸葬身火海 连火灶场都不用去了 其实这次三胖也在乌鸦岭 只不过他并没有去医院 而是来到了墓地 用一个西瓜祭拜容摸摸 毕竟容摸摸的死 跟他有关 然而吧 容摸摸是查的成金是咋的 几败用西瓜 但三胖真的听到了容摸摸说话 说实上三胖把他挖出来 三胖表示好的了地 回到富贵这边 虽然富贵和铁锤找到了一户人家 但是屋里除了食物和电话之外 似乎是并没有人 趁着铁锤打电话求助的时候 饿极了的富贵吃起了桌子上的食物 这时他突然注意到 铁锤使用的电话 电话线竟然是断的 而铁锤却和电话里闹得十分热闹 富贵刚想质问铁锤 却开始头晕目眩 这时候屋里走进来一个 笑得贼真难听的老太太 看到咖喱还活着 哲里表示这不科学 我明明看到你死了 但咖喱表示那只是个假人 那你找我干啥 我又没杀你吗 这事跟你关系大了啊 要不是你来做手术 我至于见不上他最后一面吗 原来哲里截止 那并不是手术失败 而是咖喱做了一半手术 跑出去救妈妈导致的 虽然你这么说好像很有道理 但为啥我觉得好像哪里不对呢 我这脑袋有点乱啊 反正咖喱就是一句话 要报复在场的所有人 而三胖这边挖了半天 是终于挖出了棺材 虽然容萌一直让他开棺材 但显然三胖他有点害怕了 你能保证不吓我吗 打开吧啊 我保证不吓我你 那你立个字去 然而三胖打开棺材以后 竟然里边只有一只蛤蟆 你可没说我还得亲你啊 并不需要 这时容萌萌竟然出现了 而且还在三胖挖出的棺材中 还找出什么东西 原来容萌萌当年并没有被烧死 而是隐姓埋名假装自己已经死亡 不过翻了半天容萌萌 似乎并没有找到啥 为了保证自己假死 不会被人知道容萌萌是转手就打死了三胖 医院这边咖喱表示要报复 但是并没有啥实际行动 于是熊大爱就想叨叨话 就问咖喱 你咋知道人是我们杀的呢 咖喱表示因为我收到了一封匿名信 里边说的那是相当明白 血信的人很有可能就是你们当中的一个 这次贾美丽和熊大爱同时想到了三胖 然而并不是 血信的其实正是突然出现的容萌萌 当然容萌萌出现并不是单纯的想要报复 她想要的是自己的吊坠 虽然在场的众人都表示不知道 但容萌萌依然是不依不饶 看到自己母亲的咖喱并没有显得高兴 因为她的报复手段是与所有人同归于尽 所以早早的就在身上绑了个定时炸弹 而现在那显然是五十 五夜已到 随着一声巨响 三胖也从地上坐了起来 原来三胖并没有死 西瓜替她挡住了子弹 十分的全血 另一边在森林的小屋中 贼磕趁的老太太正在炖着不知道什么玩意 而铁锤也在剥掉富贵的衣服 似乎是要拿富贵煮个汤 当铁锤剪开富贵最后一条上衣时 一个吊坠露了出来 正是容萌萌寻找的那条 本片尾 好了 到此第一季的封城季也就结束了 至于后续还会不会有第二季的解说 那就要看视频的播放量如何